大家好,我是小博 今天继续由我为大家讲解 主要有不经典马尔贝利斯框架 那今天呢 我们讲解马尔贝利斯印射最后一个内容 就是它的符合查询是如何进行操作的 打开我们的代码 要完成这个内容的讲解呢 我觉得还是通过一个完整的实例来操作 来让大家呢 理解这部分的使用 我们现在假设有一种状况 我们有一张新的表 是成绩表 它和这个student的表呢 会做一个关联 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查询学生的成绩信息呢 需要通过这两张人表的关联数据 来返回结果 我们通过这个案例的这个实现呢 来带大家理解 马尔贝利斯符合查询是如何使用的 那下面呢 我们就先建一张这个成绩表 在我们的数据库里 这成绩表呢 我们设置有四个字段 第一个呢 就是科目的名称 是一个挖掐实的 记录语文数学这些科目名称 然后studentID 它其实就是这个student这个学号 这两个呢 字段的那个类型应该是一致的 然后就是层级 int 记录分数 最后一个id呢 是一个资争型序号 这个没有任何的逻辑 没有任何的业务意义 那我们来执行一下 OK 张表已经成功建好了 那下面呢 我们先给张表添加一些数据进去 语文 学生1乘级98 语文 学生2乘级89 数学 学生1乘级78 数学 学生2乘级91 OK 先是这些demo数据 然后保存一下 这里数据被插入了 当然这里的这个学生序号1和2 必须在我们的学生表里存在的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这两条记录 就是这两个学生 学生1就是周 学生2就是鱼 那其实这样的表结构呢 就代表什么呢 周的语文是98分 数学是78分 那鱼的语文是89分 数学是91分 下面呢 我们就通过这两张表的关联 来看我们MyBelist的这个复合查询 那首先做这个复合查询呢 我们习惯先把这个 符合查询的CQ语句啊 给写出来 我们先来写这个CQ语句 根据学生的学号和科目名呢 把这个学生的成绩 和学生的姓名都要查询出来 那就需要把这个score表和这个 student表关联起来 因为学生的姓名在这张表里 学生的成绩在这张表里 对吧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CQ语句来执行 写一下 select 我们先用新吧 from score表 所以说我们叫它有起个别名 sc 这个都是 这个数据库 sicle语言的知识 这里如果大家不明暗的话 去补一下sicle知识 student表 就是我们叫st 然后把它关联起来 where score的这个studentID 要等于student的这个ID 并且呢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学生的这个ID啊 是1 所以st的这个我们就查周的这个称极 这个ID呢 是1 并且呢 我们查语文的称极 st的这个 科目名称 是语文 好 我们现在执行一下这条CQ语句 看能不能正常跑的 结果就会空 那什么原因呢 我看一下啊 我们先执行前面这段话看一下 可能后面的这个条件有问题 哎有结果出来啊 这里可能刚刚我们书的这个插入数据的时候啊 多了一个空格在啊 我们跑到那个直接写update语句吧 update id等于 看一下这张表的 id是多少 语文 id为1 我通过这个 update语句来做 ok 这条语句被改了 我们再跑一下这句话 ok 这样的话呢 就把这条记录找出来了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只需要取得四样东西 呃 就是学生的姓名名称 还有成绩的名字和成绩 所以呢 用心事不明智的表现 而且呢 在上一项目中呢 我们尽量 不要用这个姓名来表示 因为它不能确定 保证这个查询结果的总共有多少列 我们把它一项一项的敲出来 这样也方便我们这个 待会做那个 myblitz映射 colent映射 sc的 成绩的 这个科目名称 然后 成绩 学生的 学生的 序号 和学生的 姓名 我来执行一下 这样查询结果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要的数据 那下面呢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专门代码里面来 来把这条符合插据呢 变成我们的使用 myblitz map 来把它查询出来 那这时候首先第一步 我们就要给这个scope表 做一个 映射的这个big 对吗 所以我们建一下score 这个表里面 会包含几样东西呢 第一个 它的这个 ID 支帧的一个ID 我们去int 这次 然后它的一个学生的成绩 然后 科目名称 这时候你看我们建的这个属性名啊 结合这段名会不一致了 最后呢 就是一个学生信息 这里呢 是一个关键 我要跟大家 拎出来讲一下 按照我们前面所掌握的知识 这时候我们建一个 跟它关联的映射啊 我们可能会建出一个这样的东西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 它这有个学生的ID 建成int 对吗 所以按照我们前面所掌握的知识 我们这边会建一个ID 就是叫studmt id 来跟它做映射 这当然可以 也可以这样做 但是我在这呢 不建议大家这么使用 因为 呃 我们在建立这个对应关系的时候 其实要从面向对象的这个角度来考虑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成绩表里面 成绩的这个对象里面 对表关系来说呢 它是这样的 但对于我们这个对象之间的关系呢 它不是这样的 它呢 应该是包含一个student对象 所以我们最好呢 是把它建成这样子 stu rmt呢 然后 组装一个 student对象进来 也就是说成绩里面 是属于哪个学生的成绩 这才是它在面向对象的世界里面的 一个结构关系 然后我们把它建议的成绩 然后我们把它建议的成绩